宽舍Pro购买建议,看这一个视频就够了 4-6码的简单穿了一下 首先重心比宽舍5D很多,前后掌都低 而且前后掌几乎没什么落差,确实更贴地 大拇指到这儿确实大很多 而且明显感觉前掌空间给的很足 我感觉就算是我的尺码4-5 前掌空间也会偏大 足于上下空间也很足 所以我个人感觉宽脚的兄弟或许可以试试 因为这个前掌确实不是疯狂收紧的那种 脚型宽舍都很高 建议上了大货之后试一下 前掌弯者很灵活,不卡脚 圈板也是前掌独立小弹板 也没有刚性过程 这次歇车依然是厚实硬挺的材质 不离脚背,舒适度没问题 高脚背也可以试试 脚感不软,韧弹的感觉 后跟锁定也很好 拉紧前掌完全不会掉根 防色反应也没问题 简单总结一下精彩体验 第一,相比宽舍5 Pro版本重心更低,更贴地 重量轻的大体时刻 这样舒适度很好 不用磨合就能直接打 狂舍5前面同样慢着 还是有一点点卡脚 Pro是一点也不卡脚 也不会掉根 第三前掌弯件很多 脚型光伸度很高 宽脚高脚背真的可以试试 就连鞋带也变得更宽了 比狂舍5的面条鞋带好太多了 可以说是全后位的剩计 我真没吹啊 都是上脚对比之后 得出的客观事实结论 二十七还不知道 我会持续关注 有消息第一时间会通知 首发本性配色是限量的 不太会降价 所以建议大家的过去大货 踏足应该会交朋友 喜欢的朋友点个关注 有消息我会通知你 如果你们朋友也喜欢 转发给大家看看